好,那么首先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咱们青灯教育晚上的这个观音乐档啊,我是今天晚上的说话老师啊,我叫思悦啊,大家先记住这个名字啊,还是老规矩啊,我即将陪伴你们度过今天晚上啊,对吧,今天晚上啊,你们是我的啊,不要走啊,哈哈,然后的话呢,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课题案例的话呢,是关于这个passion爬送的一个案例啊,的一个实战,对吧,去采集咱们这个腾讯视频的一个弹幕啊,然后呢,关于这个, 这个passion的一个实战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之前有讲过其他的一些内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去采集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是关于一些文字的一个内容,对吧,之前有讲过像一些这个图片啊,还有一些这个视频,对吧,这个音乐啊,也是音频嘛,对吧,那主要来说的话呢,我们passion其实可以去采集这几大类的一个数据,是吧,然后呢,这个环境啊,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这个passion 3.8啊,以及这个passion的一个基础 环境,对吧,然后我们还有,咱们今天要去写一个爬送案里,需要去使用到的一些第三方模块,对吧,为什么叫做第三方模块呢,因为是,因为它是别人开发的,对吧,然后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需要去额外安装的, 那如果说有一个没有安装的同学,可以直接去找我们近期老师,哦,不对,怎么一直念近期啊,对吧,找我们木贼老师啊,这个右上角的这个微信啊,大家找这个微信嘛,就可以去加到我们木贼老师,去提前去领到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安装资料,OK啊,然后呢,我们就差不多啊,要开始今天这个案例了啊, 好吧,那,呦呦,近期,那首先的话呢,还是问一下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OK吧,那如果说你是咱们来听个同学啊,是这个零基础的同学啊,可以敲一个零,好吧,那如果说是有基础的同学啊,可以在讨论区里面,可以敲一个一啊,先让我看一下吧,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啊, 啊,老师想近期老师了,啊,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我已经是有家世的人了啊,不可能,对吧,绝对没有想啊,哈哈,啊,看一下啊,我有啊,这么多没有基础的,原智的同学来了啊,OK啊,差不多这个, 没有基础同学比较多啊,我看,我看了一眼啊,对吧,没有基础同学好多啊,哦呦,对吧,像这个,自由老师啊,没有自由老师啊,今天没有自由老师啊,不要乱搞啊,然后今天的话呢,这么多没有基础同学,那你们就一定要先把那个资料去领取一下,好吧,先把那个没有基础同学啊,同意的,就,我那些基础资料没有领取到的同学, 就一定要去交好,去把那个资料给他领取到,好吧,那那个对于你们来说是,我觉得啊,会比较重要啊,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基础,你连环境都没有安装好,你连代码都没办法开始写,OK吧,那那个很关键啊,好吧,然后这是关于咱们课前的一些资料认识啊,然后呢,没有基础同学,今天你就记住一个点就可以了啊,没有基础同学,就记住一个点,什么,对吧,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敲代码,好吧,不要跟着我,哎,好吧,OK吧,那这是很关键啊,很关键,对吧,你课后的话呢,你可以拿到路波,对吧,再,再去,再去敲代码,对吧,这个超级关键啊,你不要,我就,我就跟着你敲,对吧,然后敲这下子,我报错了,老师这里哪里出的问题,对吧, 因为我为了咱们课程的一个进度来说,可能,呃,这个报错啊,你们自己敲的报错,我可能就不能给你们去解决了,对吧,当然在课后的话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呃,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就尽量啊,不要跟着我敲代码,OK啊,啊,呃,好的呢,啊,可以啊,啊,不错啊,然后呢,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爬虫案例之前啊,我先,呃,给大家先慢慢的去讲解一下关于咱们这个爬虫的一个基础部分的一个内容,好吧, 因为没有基础的东西较多啊,如果说爬虫,连爬虫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你去学就很难受,对吧,很难受啊,好吧,然后首先第一个啊,我先,呃,拿一个过程图啊,让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爬虫是,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好吧,呃,我要开始画图了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对吧,差不多要开始了,首先是一个爬虫的一个基础介绍啊,好吧,然后的话呢,呃,首先啊,我们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画了两个盒子啊, 然后这边大盒子呢,是一个,比如说是腾讯啊,腾讯的一个服务器,对吧,然后这边的话呢,这个盒子是我的这台电脑,对吧,然后呢,我们通过咱们这个电脑啊,去操作这个,不对,对吧,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爬虫实际上是干嘛呢,对吧,就是干嘛,就是去找,对吧,通过我的电脑去找对方的一个服务器,去要数据,对吧,去要一个数据啊,这比如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也不是比如啊, 它就是啊,它就是一个request,对吧,然后request的话呢,就是一个请求,对吧,如果我向对方服务器去请求一些数据,对吧,这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去采集的一些,呃,一些这个文字,对吧,一些弹幕啊,比如说我这里面有很多啊,比如说有些弹幕啊,还有一些这个视频啊,对吧,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音频啊,啊,等等等等,对吧,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对吧,那我们通过这个request,我就向对方服务器啊,我去要 要到咱们这个文字的一个弹幕,对吧,要到这些内容,然后呢,对方服务器就接收到了我们这个要求,对吧,它接收完之后的话呢,它会给我们反应,响应一个结果,对吧,返回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我们把它称之为response,对吧,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响应,对吧,像我们的一个,呃,我们的一个扒虫啊,其实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流程,对吧, 那当然的话呢,我们拿到这个响应,响应里面其实就存在于什么呢,就存在于我们的一个文字弹幕,对吧,就把这个东西给它搬过来了,搬过来之后,对吧,它就给到我的一个电脑,啊,可以在我的一个电脑里面去打印出来,对吧,那打印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干嘛,对吧,就可以给它保存下来,对不对,保存下来之后,我可以拿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些分析,对吧, 那这个分析助理的话呢,可能也是我们今天要去,要去准备的一些东西吧,要去做的一些东西,OK吧,啊,啊,啊,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扒虫的一个思路,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按照这个步骤,去实现我们,也会实现我们今天的一个代码,对吧,像你们之后的话呢,遇到的一些扒虫,其实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流程去实现的,OK吧,然后我把这个图也发一下,啊,这个字挺牛逼, 什么字挺,这个颜色吗,这个颜色牛逼吗,啊,然后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啊,喝了个水,啊,OK啊,然后其实目的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对吧,我们今天的目的其实就很简单,我们需要把这个腾讯视频的一个弹幕呢,给它采集下来,有点黄,啊,这个也不是我能确定的,啊,这个本身,本身这个黄,对吧,不是我黄,啊,是咱们,不对,是这个, 这个三合老师,啊,三合老师的黄,对吧,他,他喜欢的这种颜色,啊,然后,然后刚好,对吧,讲师房就是他配置的,对吧,然后我就被迫地用了这个颜色,对吧,我不想,啊,我不想,啊,OK啊,然后呢,我们点击来到这个,当前的这个界面,啊, 哈哈,啊,来到这个界面,OK啊,来到这个界面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右键,啊,这个是38级,啊,当然你们自己可以去,随便的,啊,去选中你自己想要的一个级数, 对吧,我们现在的话呢,是一个思路分析,啊,大家仔细一点听,啊,认真听,啊,这个思路,思路分析,啊,非常的关键,啊,也是我们爬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OK啊,然后呢,我们来到这个界面当中之后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右键,啊,右键,啊,在这个页面当中,啊,不要在这里右键,啊,在这个旁边,啊,在旁边,啊,在旁边右键, 然后呢,点击这个检查,是吧,点击检查之后的话呢,我们来到这个Network,是吧,来到这个Network,啊,然后的话呢,呃,怎么办呢,对吧,为什么要来到Network呢,对吧,在Network当中, 其实就有我们想要在网站当中看到的任何一个数据内容,对吧,不管是一些你看到的, 一些文字也好,还是一些视频也好,对吧,又或者说是一些图片也好, 它都会在这个里面出现,OK啊,然后呢,虽然现在没有,对吧,现在是没有的,啊,当然肯定是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网页,啊,刷新一下,刷新完之后,哎,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对吧,其实很多的一些数据呢,就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啊,对吧,看到没, 这里有一些图片,是吧,啊,还有一些这个,你想看到的任何的一些数据,吧, OK啊,现在是爬弹幕,啊,不是爬视频,啊,对啊,是吧, 本身,啊,这个,你,哦,我说爬视频,我也不怕,啊,我们自由老师怕,啊,我不怕, 是吧,啊,好啊,OK啊,然后呢,在这里面,啊,我们注意,我们刚刚说的一句话,啊, 就是上面的,上面那些弹幕,啊,这些内容是我需要去采集的, 对吧,是我需要去采集的,啊,然后的话呢,呃,实际上啊, 这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对吧,应该听不到声音吧,啊,我把声音关了,啊, 对吧,然后呢,在这里面,对吧,我需要去找到,对吧,在这里面,啊, 我需要一个一个去找,找到我们的一个弹幕,对吧,找到这个弹幕内容, 那当然啊,我们现在不可能说一个一个去找它去翻,对吧,一个一个去找这个弹幕, 我们非常麻烦,对吧,难受的一批,那怎么去更快速的能够去找到我们想要的内容呢, 对吧,这里面的话呢,就有一个搜索框,对吧,有一个搜索框,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一个放大镜,对吧,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放大镜, 然后呢,来到这个搜索的一个界面,你看到不,我这里面还有之前搜索过的, 对吧,叫做这个尼合梅,啊,对吧,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搜一些这个,说啥呢,对吧,这个,这个你一看啊,就水军,啊, 看里面,这个一看就是水军,啊,好多水军,啊,二皇子想媳妇了,啊, 那就搜这个吧,好吧,二皇子,啊,想媳妇了,啊, 然后我们就搜这个,那通过我们这个搜索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些内容,是吧,我也想了,得了吧, 你没有,啊,你没有,不要我把你揭穿,啊,你没有,是吧, 有的话你这个点你还来听我讲课,啊,是吧, 哈哈,被看出来了吧,是吧,啊,然后的话呢, 我们搜索出来的这些内容,啊,然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数据包, 对吧,有两个数据包,啊,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有两个,我们可以选中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一样的,啊, 选中其中任何一个,对吧,都是一样的数据包, 那我们可以现在呢,就随便选择一个,啊,选择一个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就有我们需要的一些评论数据,对吧, 当然它现在在一行,不是特别的好看,对吧, 不是特别的好看,我们可以选中这个preview,啊,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做一个格式化的展示, OK吧,点击一下它,啊, 然后呢,我们来到这个当中, 哎,那大家会看到,我们把这里面,它可以去展开, 看没,可以展开,啊,一家人就得整整机器, 啊,可以啊,啊,然后我们给它展开,啊, 展开之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还可以展开,对吧,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去展开,嘛, 对吧,那大家展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啊, 里面的话呢,这个什么北梁铁骑,啊, 我说实话,我当时看这个,看这部剧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这个很拉,啊,很拉,对吧, 但是没办法,啊,有人要我,对吧, 有人要我把这个东西给它搞出来,啊, 对吧,但没办法,啊, 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我们这个界面当中,啊,小说好看, 对吧,啊,作为一个粗笔人,啊, 小说我看不下去, 哈哈,啊,然后我们展开之后,啊, 来到这个界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想要的一些这个弹幕内容, 其实就已经全部出来了, 对吧,全部出来了,啊,然后里面, 看没, 这么多水军,啊,对吧, 然后的话呢,呃,其实里面的话呢, 就有一些我们, 其实这里面就把我们所要的一些弹幕数据, 我们就已经找到了,对吧, 就已经找到了,是不是,看到没, 啊,我就是个熟人,啊, 看不懂这些大文章,啊, 然后这里面,找到了吧, 刚刚大家没有基础东西能够, 能够听懂吗,能不能找到,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啊, 比较easy的一个步骤, 对吧, 嗯,谁还命令我, 有人命令我,啊, 这谁还没有领导呢, 对吧, 我来在广告中, 什么意思, 嗯, 看到没, 还在广告中, 哈哈, 还在广告中, 太真实了吧, 有点离谱,啊, 不会有人没有会员吧, 哈哈, 应该是不会的,啊, 应该是不会的, 对吧, 正常人都有会员,啊, 哈哈, 然后的话呢, 我们, 对吧, 我们你们放广告的, 你们就慢慢放吧, 反正这个很容易就能够收到, 对吧, 很容易,啊, 你就在上面, 你随便去找一个内容, 对吧, 随便去找一个, 你去把它复制, 然后的话呢, 给它粘贴回车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去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 然后我们随便去点击一个, 就可以看到, 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评论所在的一个地址, 当然啊,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步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吧, 叫做一个思路的一个分析, 那思路分析的话呢, 就是去找到咱们这个弹幕的一个所在地址, 对吧, 并且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 是我们要去分析这个弹幕的一个生成规律, 哎呀, 什么意思呢, 对吧, 因为大家想一想, 就不管你是什么弹幕, 对吧, 它都是实时刷新的, 对不对, 它都是实时刷新, 不可能说一个弹幕它是一层不变的, 对吧, 这个肯定太离谱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家其实可以去发现, 你们自己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 把这个弹幕给它提交, 它上面就会实时显示出来, 对不对, 那像这个我们网页当中也是一样的, 对吧, 也是一样的,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呢, 也是经过一个实时刷新的, 对吧, 并且的话呢, 这里面, 对吧,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里面, 它远远不止这么一点, 对吧, 它远远不止这么一点, 是不是, 那你这位是吧, 那, 那现在这么简单, 我们能够去找到当前的这个数据吧, 那我们再去分析一下, 对吧, 到底它通过什么方式, 去进行一个加载的, 对吧, 那这个链接, 我也先给大家复制下来, 在我们这个Headers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Headers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URL, 对吧, 这个URL其实就是我们弹幕的一个所在地址, 对吧, 基本上就在这个网页当中, OK吧, 学了爬的时候就不用买会员了, 可能还要, 可能还要, 对吧, 不要想的太美好, 就你想去爬一些付费的内容, 对吧, 比如说, 对吧, 比如说你想爬我们的一个付费VIP个程, 对吧, 那你也得先充钱, 对吧, 你没有钱, 不充钱, 对吧, 先没有权限, 你想白嫖, 对吧, 这个难度特别大, 难度不也大, 一般来说的话呢, 你想这样去白嫖, 10个, 10个有8个在地牢里, 这个很正常, 我进去了, 我是谁, 不要图, 然后这个大家看到吗, 一般人做不到, 对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链接啊, 对吧, 我就是那两个, 可以啊, 你就是那两个, 希望吧, 对吧, 希望下一次你还在这里啊, 我还能看到你, 还能看到你在听课啊, 对吧, 不要发图啊, 我把这个链接发了一下啊,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去找到的一个链接啊, 然后呢, 这里面其实我们去访问啊, 大家可以直接去访问这个链接, 对吧, 可以直接访问, 那你访问之后你会发现, 对吧, 里面的话呢, 就把所有的一些内容都给到我了,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只需要给它保存下来就可以了, 对吧, 给它保存下来啊, 那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步骤, 那当然, 我们还有一个思路分析, 还没分析完, 我们要分析这个弹幕的一个规律, 对吧, 它是怎么去进行一个实际刷新的, 对不对, 那我们先慢慢的来看啊, 慢慢来看,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包, 基本上它叫这个什么, 它有一个名字, 叫做这个弹幕,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去找, 因为这个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啊, 它会随着我们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它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会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继续播放, 让它继续播放, 那播放着播放着, 这里面就会去加载一些当前的一个数据包内容, 对吧, 比如说这里面, 大家看到没, 又有一个弹幕, 对吧, 又有一个弹幕啊, 这里面, 对吧, 那往下面去找, 其实它会还会慢慢加载的啊, 这个时间我就不多等了吧, 好吧, 我就不等了啊, 难得耽误大家时间, 我们就在上面去找, 好吧, 就在上面去找啊, 那这里面有一个弹幕,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个弹幕啊, 然后里面的话呢, 它有一些这个数据内容, 对吧, 我就把这个链锭呢, 给它, 给它, 给它截出来啊, 对吧, 然后我们往上面再去看一下, 这里面又有一个, 对吧, 又有一个, 我又把它截出来一下, OK啊, 然后又往上面翻, 对吧, 翻着翻着, 这里面又有一个, 对吧, 又找到了一个啊, 好, 那我们就先看这三条的一个规律, 对吧, 学了爬松, 操作, 容易管住管住, 管住管住, 这个其实是吓你们的啊, 吓你们的, 对吧, 很多东西, 老师我先爬松, 我不会坐牢吧, 哪有那么吓人, 对吧, 真有那么吓人, 我都已经进去了, 对吧, 我都, 我自己都进去了, 对吧, 你还别等你们来, 对吧, 还别等你们来, 我先进去了, 对吧, 因为我现在在教你们,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大家看到当前的这个链接啊, 有同学已经说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 要是时间戳不一样, 这个时间戳我们先暂且不管, 对吧, 这个后面的一段数字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大致的一个区别啊, 就有哪里不一样, 对吧,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到当前的这个链接当中啊, 也可以看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前面的一些内容, 呃, 这里不好看啊, 这里不是特别好看, 对吧, 我找一个比较好看的地方啊, 那这个地方在咱们这个playload里面啊, 有这么样的一个参数啊, 比较好去对比, 对吧, 那这里面的参数其实跟这个链接当中的这个参数是一样的啊, 是一毛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再继续找几个吧, 啊, 再找几个啊, 弹幕, 对吧, 把它放到这里吧, 对吧, 还有一个弹幕, OK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弹幕都全部给它放到这个里面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看规律啊, 看规律, 是吧, 把这个干掉了好吧, 干掉了啊, 看这个规律, 是吧, 那是不是大家可以去通过对比发现第一行一样的, 对吧, 那第二行的话呢, 其实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一个内容, 那东西是吧, 不是实质性的,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callback等于它, 对吧, 这个玩意儿啊, 它实际上可以干掉的, 没什么作用啊, 没什么作用, 对吧, 这个东西可以干掉, 这个链接的话呢, 也可以省一些, 是吧, 也可以省一些, 看到没, 对吧, 那这是关于这个第二个战术, 它没用, 对吧, 我们刚刚已经尝试了, 我们把它干掉, 发现它还是可以拿到数据, 对吧, 那第二个是没用的, 对不对, 那继续往下面看, 第三个战术, 是吧, 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 那不用去多理, 对吧, 那继续第四个, 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只有最后面两个, 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最后面两个的话呢, 我尝试着, 对吧, 再把最后面的一个时间戳, 这个时间, 这个玩意儿, 把最后面的这个尾罪, 给它拿掉, 拿掉之后,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它还是有数据, 对吧, 那么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时间,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可能说, 有些人没有基础同学, 不太清楚, 我给他解释一下, 这个实际上, 就是一个时间戳, 对吧, 那什么是时间戳呢, 这个时间戳, 我拿一个给他看一下吧, 时间戳, 然后我把这项数字, 给他输入上, 对吧, 这个, 16422, 488, 这个, 93多少, 93400, 对吧, 然后我们给他转换为这个时间, 你看,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的, 刚刚这个前十分钟, 对吧, 是不是前十分钟, 看到没, 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它什么时候请求这个数字包的, 这个没有关系, 它不用, 对吧, 那这个没有, 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它了, 对吧, 那大家看到它之后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好像它可以去控制我们的一个翻页, 是吧, 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个翻页, 对吧, 或者说是一个实施的一个刷新, 对吧, 然后呢, 它们之间的一个差距是多少, 你看, 这里面从这个225, 加到了这个255, 再加到了这个285, 对吧, 再加到285, 那是不是这里面, 对吧, 它的一个等价数列, 我们就不说这个等价数列了, 好吧, 我数学不是特别好, 对吧, 我们就说它, 对吧, 它们之间间隔多少, 都是30, 对不对, 它们之间间隔都是30, 是吧, 那么, 这个规律我们就不就已经拿到了吗, 对吧, 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家想一下,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吧, 这个我可能说, 对吧, 老师我数学不好, 我根本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吧, 那没关系, 我们来到这个界面当中, 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对吧, 那刷新完之后, 我们找到第一个, 第一个弹幕, 是吧, 找到第一个弹幕, 在哪里啊, 在哪里, 一个一个找啊, 嗯, 这个眼力还算蛮好的, 我直接给它筛选一下吧, 翻试了啊, 弹幕, 对吧, 然后找到第一个, 对吧, 找到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起点是多少, 啊, 起点是多少, 是不是从15开始的, 对不对, 一直往后面走, 每隔30, 它会换一个, 对吧, 它会换一个数据包, 对不对, 它会实时加载一些数据, 一些这个弹幕内容, 是吧, 那这里面的话, 那不就简单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只需要控制这个参数, 就可以去, 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去翻译, 对吧, 就可以进行个实时的一个刷新, 对吧, 老师好啊, 小姐姐好啊, 对吧, 今天怎么有空啊, 今天突然有空了, 对吧, 哦, 嗯, 二啊, 这个是, 接下来是一个代码的实现, 代码的实现, 对不对, 那我们规律也分析出来了, 它就是控制什么, 控制这个time,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反正它的一个初始值, 这个玩意儿的一个初始值是一个多少, 是一个15, 对不对, 是15, 然后呢, 它后续实施加载, 对吧, 每隔, 诶, 每隔30, 对吧, 就换一个数据, 对不对, 每隔30就换一个数据, 是吧, 那这个规律我们也分析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代码的实现了, 对吧, 就是一个代码实现了, 对吧, 那这个思路大家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敲个一, 可以敲个一让我看一下好吧,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及时提, 对吧, 给大家一些时间, 对吧, 为什么还要到我们学来试试, 对吧, 刚刚敲铃的这个没有基础同学能听懂吗, 有没有听不懂的同学, 有没有, 也要学习的, 有吧, 对吧, 可以啊, 大概已经懂了, 那OK啊, 那我们就要继续了, 然后今天的一个代码实现方法呢, 主要分为四个步骤, 哪四个步骤呢, 对吧, 那这四个步骤也是我们爬虫的四大核心步骤, 首先第一个, 对吧, 去发送这个网络请求, 那我们刚刚画的那张图大家记得吗, 对吧, 我们现在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脑, 去向对方的一个服务器去发送请求, 对吧, 那要找他去要数据, 那要完成之后的话呢, 他会给到我们一个数据, 是吧,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干嘛, 就是去访问这个网站,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步骤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是去获取数据啊, 对吧, 获取数据啊, 那获取数据我们拿到了去, 其实就是当前的一个弹幕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评论的一些内容嘛, 对吧, 那获取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第三个步骤我们是干嘛, 对吧, 去把这些东西呢, 给他去筛选, 筛选一下, 对吧, 也就是我们筛选数据, 那为什么要筛选数据, 也叫做解析吧, 解析数据, 对吧, 也叫做这个筛选数据, 对吧,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实际上去访问这个网站, 对吧, 我们拿到的一个数据是啥, 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些内容,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么一些内容, 对吧, 那么我们只需要的是啥, 需要的仅仅是这里面的一个评论, 仅此而已, 对吧, 那顶多的话呢, 我们可能说还把这个评论的人是谁, 对吧, 这个评论的ID是什么东西, 我们给他拿出来, 那其他的都没有用, 是不是, 那主要的话呢, 就是我们几个步骤, 对吧, 我们要去提取想要的一些内容, 对吧, 那不想要的, 就干嘛, 就忽略掉, 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三个啊, 那我们把这个总共的数据给他筛选, 准备好之后, 最后一个步骤是干嘛, 保存数据, 对吧, 把这些内容都给他保存下来,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的话呢, 就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一半一半了, 对吧, 那还有一半是干嘛, 对吧, 第五个我们要做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操作, 对吧, 可能说做一个词音图, 对吧, 词音图的一些可视化, 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第五个步骤, 对吧, 那这个词音图的话呢, 我们用到的是这个PYCHAS, 没用这个模块, 没用这个模块, 对吧, 然后这是我们总共的第几个步骤, 第六步, 那应该是没第六步了, 对吧, 应该我能够把今天这个内容给他全部讲完, 应该就很棒了, 我觉得, 对吧, 然后首先我们先来执行第一个步骤, 去发送请求, 对吧, 那我们既然要向他发送个请求的话, 那我们需要去import, 去导入一个request的一个模块, 那这个request模块, 大家记得吗, 只用PYCHAS可以不, 可以, 可以, 对吧, 只用PYCHAS可以, 当然你代码可能稍微要改, 改一丢丢吧, 但是问题不大, 然后我们导入了这样的一个request模块, 那这个request模块的话, 是去帮助我们发送, 发送这个网络请求的一个模块, 对吧,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访问一些网站, 是吧, 比如说你想去访问一些百度, 或者说其他一些网站都是一样的, 都是OK的, 对吧, 那首先的话, 我们第一个去发送网络请求, 那通过咱们这个request模块, 点上一个get, 点上个get, 然后呢, 把我们刚刚找到的这个链接呢, 给它拿到, 对不对, 拿到, 拿到, 拿到这个url, 我给它生命一个变量吧, 叫做url, 然后后面的一个参数呢, 我们从115开始去计算吧, 从115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没变的, 对吧, 然后我们先把第一页的一个内容呢, 给它拿到, 好啊, 然后它怎么去发送这个请求的呢, 我们把这个url啊, 这个东西, 给它干嘛, 给它传进来, 传到这里面来, 对不对, 那当前这个东西的话呢, 基本上就发送请求, 这行语句, 对吧,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那因为是吧, 就很简单啊,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行, 打卡, 打什么卡, 打什么卡, 突然给我整懵了啊, 突然之间就来了一句打卡, 我记得我没有说过打卡啊, 啊这, 打卡都是已经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啊, 这个, 现在已经不流行打卡了啊, 好吧,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已经把这个请求啊, 已经发送成功了, 对吧, 并且的话呢, 它发送成功之后, 它会给到, 我们刚刚说, 对吧, 访问这个网站, 它会给到我们一个响应专的码, 对吧, 现在流行扣零, 现在不流行啥啊, 现在流行, 你要说真流行吧, 你就流行去加木质老师吧, 这个, 你要说打卡, 这个太离谱了啊, 你顶多你截个图, 对吧, 你要打卡啊, 动, 什么动, 这个磐丝动吗,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个界面当中啊, 把这个响应啊, 因为刚刚这张图呆还记不记得啊, 不知道, 对吧, 我们画了两个盒子, 对吧, 一个盒子, 两个盒子, 对吧, 发送请求啊, 获取数据啊,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 那现在的话呢, 它就给到了我们的一个响应, 对吧, 这个响应我们可以右键运行一下啊, 那运行完之后,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它给到了我一个Response200, 对吧, 那这个Response200, 它的一个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啊, 告诉我们, 对吧, 这个响应成功, 然后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去拿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现在流行编辑器发黄, 编辑器发黄, 笑到我了啊, 你真的是笑到我了, 好吧, 这个, 不要搞啊, 不要搞啊, 本身我是一个不开车的人, 对吧, 但是你们要逼着我开车, 你就别告我不客气了啊, 对吧, 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啊,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拿出来了啊, 对吧, 点阶层就出来了吧, 对, 没错啊, 对吧, 这个点阶层就可以了啊, 然后点test的话呢, 也是去拿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吧, 那这里面, 就为了吧, 对吧, 为了这个不被抓到啊, 就说不定啊, 他们会做一个小小的反扒, 这也是说不定的, 对吧, 当然现在我们遇到的是一个没有反扒的一个网页, 对吧, 那么最好我们就把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啊, 给它做足, 对吧, 这个前夕得足啊, 因为这个内容的话呢, 大家也去想一下, 对吧, 我们如果说去通过我们这个代码去批量的去拿, 拿什么呢, 拿它的一个数据内容, 对吧, 那并不可能说它会直接的就能够给到我数据, 对吧,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先提前的把这个衣服裤子啊, 给它准备好一下啊, 对吧, 给它伪装一下, 对吧, 现在的话呢, 我们去访问这个网站, 它就很明的, 很明显, 很直白的告诉他啊, 它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爬虫, 对吧, 就是一个爬虫, 那怎么办呢, 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伪装, 就告诉他, 对吧, 其实我是一个浏览器, 对吧, 其实我是一个浏览器,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再去拿到数据, 其实数据还是一样的, 对吧, 还是一样的啊, 老师不开车, 老师开火箭, 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呢, 这个数据内容我们也可以先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拿到了, 但是我们还没看到内容, 对吧, 我们需要先去对比一下啊, 关于他不信你是个浏览器怎么办啊, 不信我, 不信我, 我给他拆了, 对吧, 你还敢不信我, 就一般啊, 一般傻一点的, 不对啊, 这腾讯好像挺聪明的, 你一说好像也是啊, 哈哈, 你一说好像也是,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对吧, 那我们就先用着吧, 对吧, 没办法啊, 这个, 比较简简单单的一个内容吧, 对吧, 对对对啊, 没办法吧, 他认出来了就认出来了吧, 对吧, 我不管他啊, 我不管, 对吧, 反正我要, 对吧, 你不能不给, 对吧, 我是从前的用户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我是一个从前的用户啊, 他不给我, 我就干嘛, 对吧, 我就不去会了, 你看, 是吧, 让他难受, 对吧, 这个威胁可以吧, 我就像官方的这个客服, 我就来一句, 对吧, 你不把这个机构给我开放, 我就不给, 我就不从会员了, 是吧, 我就让你难受, 可以吧, 上帝啊,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师怎么找到这个腾讯视频的TS的这个M3U8文件, 你字都打错了, 不是U3M8啊, 是M3U8啊, 这个不要瞎搞啊, M3U8的话呢, 我们先讲完这个案例吧, 好吧, 看后来又没有时间啊, 那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也是没问题的啊, 好吧, 老师不从VIP能爬到吗, 弹幕是可以的啊, 弹幕是没问题的, 好吧, 弹幕一般来说, 你随便去爬吧, 好吧, 不会出现什么这个, 你没出钱, 对吧, 你没出钱,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个能白嫖吧, 对吧, 我也像你们一样啊, 能嫖的就爬啊, 但是这个为了方便啊, 为了这个时间的方便, 我还是选择了从前, 对吧, 视频不行, 视频当然不行的, 对吧, 视频要是行的, 腾讯, 你以为腾讯它吃素的呀, 然后这个啊, 就比如说你可以说我们金融老师吃素,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 不能说我吃素, 对吧, 这个双城之战现在不用从前, 应该吧, 可能吧, 对吧, 我没去看啊, 这个反正我有会员啊, 不管他有没有会员都一样吧, 好吧, 没登录可以爬吗, 没登录可以啊, 这个弹幕不用登录啊, 弹幕这个, 当然啊, 就还有一个前提, 对吧, 你先能够看啊, 你要是不能看, 你弹幕你都看不到, 那你就爬个寂寞啊, 对吧, 我们爬中其实讲究的其实是一个点啊, 就是首先第一个, 对吧, 你能够看到的东西你才能够去爬, 连眼睛你都看不到, 你拿什么爬, 对吧,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厕所里在摸啊, 对吧, 厕所里在到处乱摸啊, 闭着眼睛摸还是, 对吧,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就把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呢, 给它去一层层的往里面去提取出来, 对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就在这里面, preview, 对吧, 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去提啊, 盲生, 可以啊, 可以, 对吧, 盲生在卫生间啊, 可以啊, 突然之间就摸到了一个啊, 不能说一坨啊, 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是吧, 突然之间就摸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然后发现不对劲, 对吧, 赶紧闻了闻, 这这这这这, 算了啊, 不说了, 不说了啊, 再说我可能会被举报啊, 真恶心啊,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给它拿到啊, 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去取啊, 摸眼啊, 摸眼开心啊, 这个, 有内味了啊, 有内味了, 不要讲了啊, 再不能继续讲了啊, 再继续下去的话, 我感觉这个突然之间啊, 就有味道了啊, 啊,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啊, 给它进行一个循环, 对吧, 因为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列表啊, 对吧, 是一个列表, 对吧, 本来我是想把大家往另外一个方向去, 去领的, 你知道吧, 然后突然之间就, 这个, 突然之间就说着说着, 就慢慢变得奇怪了啊, 对吧, 突然就变得有味道了, 我也不想的, 本来, 本来我也是不想这样的, 但是, 算了, 说了就说了吧, 反正也没关系啊, 你们应该也不会举报我, 对吧, 怎么找到TS, 南门上一般文件呀, 不要着急呀, 我说了呀吧, 先把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给他讲完, 讲完了, 我们再去讲其他的嘛, 对吧, 有时间再去讲嘛, 你要现在一直去问一些问题, 去耽误我的时间啊, 可能说今天我们就没时间去讲了, 是吧, 那这个确实没办法啊, 发生了啥啊, 不会, 没发生啥啊, 然后这个不是字典嘛, 这个就是字典啊, 这个就是字典啊, 看到没,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去提取的, 这个内容啊, 提取的这个内容, 它本身就是一个字典啊, 虽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字典, 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可能嵌到了一些数据, 对吧, 比如说它里面的话呢, 嵌到了一个圆竹, 呃, 呃, 嵌到了一个列表, 对吧, 在这个列表里面的话呢, 它又有, 呃, 又有这个, 这个这里面的一个字典, 对吧, 这个就跟俄罗斯的, 呃, 这个这个套娃一样啊, 对吧, 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去套的那种感觉, 是吧,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反正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去取嘛, 对吧, 然后这个取数据的一个内容,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重复的一个步骤, 对吧, 那这个重复步骤我就不去, 不去详细的去讲了啊, 是吧, 那当然你自己的话呢, 想要去掌握这个内容, 其实也不难啊, 也不难, 对吧, 因为本身你把这个基础给它学完, 就基本上没问题, 对吧, 这个很基础的一个东西啊, 我就不去多废话了啊, 相信大家这个真正的没有基础同学, 其实也懒得听我唠唠这么多基础, 对吧, 抓不到直播评论的包啊, 直播评论, 这个包我还是说了呀, 对吧, 来到这个网页啊, 有点有种以前破解梦幻西游的感觉, 梦幻西游, 回来啊, 然后这个直播的这个包, 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我刚刚已经分析了一遍啊, 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右键, 对吧, 然后点击一个network, 来到network之后我们刷新网页, 对吧, 刷新网之后,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弹幕, 对吧, 找到一个弹幕啊, 随便去找就可以了啊, 这里面找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搜索工具去搜一条弹幕, 那你就能搜到, 这个, 伊莲娜赛高啊, 同学, 那你把这个很简单啊,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给它打印出来啊, 给把它, 把这个内容全部给它打印出来, 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把这个评论内容吧, 还有一个东西啊, 是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这个, 评论的一个名称啊, 搜索M318也有吗, 有啊有啊, M318也有啊, 对吧, 那这个弹幕的话呢, 我们也已经, 也已经拿到了, 对吧,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 那如果说我现在需要多页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怎么办, 对吧, 我们需要控制它的一个循环, 对不对, 每隔一区, 每隔30换一个数据,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完全可以去写一个循环, 写一个循环吧, for一个page, 对吧, 一个range,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从15开始, 到多少呢, 对吧, 到1500吧, 对吧, 不要多了啊, 1500结束, 然后不长为30, 对吧, 不长为30, 然后呢, 给它进行一个循环,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下载, 就可以去拿到多页的一个内容, 对吧, 我们给它改成这个page啊, 然后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给它传进来, 那传进来之后, 我们右键运行,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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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吧, 看没, 啊, 爬的有点多啊, 对吧, 那这个dm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拿到了, 是吧, 看到没, 简单嘛, 这个步骤其实很简单啊, 不长是什么, 间隔是什么, 对, 没错啊, 这里面range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是我们即使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是我们结束的一个内容, 那么30的话呢, 就是一个不长, 对吧, 我一步跨多远, 是不是, 那这样就结束了, 远远, 找得很呢, 找得很, 对吧, 因为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得给它下课, 下课可还行, 下课老板会杀了我, 这个不太好, 不太好, 还没完呢, 还远得很呢, 对吧, 其实我们有给大家去准备这个视频, 视频的一个爬松, 对吧, 那前面走的人已经亏了, 对吧,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保存, 这个磁音图还没做, 还早, 还早, 对吧, 所以今天这个内容还算比较简单吧,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吧, 对吧, 都没什么问题吧, 然后我们现在导入一个内容, 导入一个pandas, 对吧, 这个add一个pd,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表格的一个模块, 它的话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表格的一些处理,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用它干嘛呢, 今天我们就用它去做一些这个保存, 保存数据, 对吧, 这个序号模块, 什么序号模块, 嗯, 序号模块是什么意思, 你给我整蒙了, 什么序号模块, 继续, 继续, 对吧, 然后这个pandas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使用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去构建, 先去构建一个列表啊, 去储存咱们的一个数据, 储存咱们的一个数据啊, 那这个这个数据, 我们先构建一个dataset吧, 对吧, 先去构建一下啊, 这个是一个列表, 对吧,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给它去加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前面再去构建一个啊, 叫做这个, comments, 不对, 在这里面啊, 在这里面, 在这个循环里面,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内容呢, 给它去一个给它传进来,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再去构建一个字典啊, data, dict, 构建一个字典, 然后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些内容啊, 统一的都给它进行一个复制吧, 对吧, 进行一个复制啊, 呃, pandas和csv有什么区别吗, pandas它本身是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模块啊, 它本身数据分析, 一般来说, 你们去, 如果说后续啊, 你们学到pathon的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啊, 就是数据分析的一个方向, 对吧, 那你会, 你就会去接触到关于这个pandas的一个操作啊, 那现在来说, 你可能还接触不到啊, 但之后你会去接触到的吧, pandas它本身的话呢, 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数据助理, 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去保存一个表格, 也是比较方便的, 对吧, 其实pandas啊, 就自己, 我现在有去研究过啊, pandas它还可以去做爬松, 你敢信, pandas它现在还可以做爬松啊, 就具体的我现在还没去研究啊, 反正我是看到, 我是之前查资料, 我有看到这个pandas模块, 就类似于这个request一样, 可以去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可以帮助我们获取数据, 可以帮助我们解析数据, 对吧, 方便吧, 还可以帮助我们保持数据, 对吧, 但是这个, 我个人感觉我看了一样, 好像不是特别的好用, 我就没理了啊, 对吧, 但你们自己学习也可以去学一下吧, 反正这个pandas的学习吧, 其实还是蛮多种多样的, 对吧, 你就从什么这个, 从咱们的一个, 对吧, 从咱们的一个, 从咱们的爬松, 对吧, 到这个数据分析, 有可能说还可以做一些这个网站开发, 对吧, 还可以做这个人工智能, 可以去做一些这个自动化脚本, 对吧, 自动化测试等等等等, 其实它很, Python这么一样, 它做的东西其实特别多啊, 其实它的发展方向也特别多, 是吧, 那这个, 其实你们自己在后面学习的时候, 其实也会觉得, 对吧, Python它真的是香啊, 真的是香啊, 然后这个第四个步骤, 对吧, 第四个步骤, 我们需要去给它保存一下啊, 对吧, 给它保存一下吧, 那怎么通过这个Pandas去保存数据呢, 因为之前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DataSet啊, 给它准备好了, 对吧, 变成了一个列表, 对吧, 那么这个列表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它通过这个Pandas啊, 首先我们先让它变成一个表格, 对吧, 那这个点, 点上一个DataFree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DataSet啊, 不是DataSet吧, 叫做, 我算了, 给它改一下吧, DataList的吧, 这样更加, 见名之意一些啊, 是吧, 这样看起来舒服一些啊, 然后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给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 那这个DataFree啊, 这个玩意啊,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 是一个表格, 那种意思吧, 就是一个表格, 学爬中需要懂外部开发吗, 你最好有这方面的基础, 对吧, 你最好有这方面的基础, 因为你去想一下嘛, 我们实际上去爬一个, 爬一个网站, 就不管你是爬什么网站, 对吧, 那对应着, 你就需要去, 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 对吧, 知己知彼方能百胜百胜, 对吧, 你每天爬中吧, 每天可能说面对的, 它就是这个网页, 对吧, 它面对的就是网页, 那你如果说, 你连网页的一些基础开发, 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去往后面去学习呢, 是吧, 你去想一下, 你怎么去学习呢, 对吧, 并且你未往后面去学习, 爬中的这个攻防站, 其实现在是做得比较的厉害的, 对吧, 你像现在大家可能说, 听到了一些什么反反爬呀, 对吧, 什么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内容, 非常非常多, 对吧, 那后面学习的支点也更加的多, 对吧, 那可能说你得从什么呢, 从这个基础, 对吧, 从这个爬中的一个基础, 就是一些模块的一些使用, 对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连续的一个过程, 对吧, 比如说你去学爬中,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在学爬中, 对吧, 爬中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模块呀, 的一些调用呀, 对吧, 这些这个网络爬中的一个原理呀, 你从这里面开始学, 对吧, 那学着学着的话呢, 你会学习到这个爬中的这个四大步骤, 对吧, 会学到这个四大步骤, 那什么四大步骤,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对吧, 第一个发送请求, 对吧, 然后第二个, 这个获取数据, 对吧, 那第三个干嘛, 解析数据,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第四个, 对吧, 去保存数据, 对吧, 那你以为, 你以为我们今天这四大步骤就已经, 就是我们这个四大步骤的全部内容吗, 远远不是, 对吧, 远远不是, 因为发送请求, 其实它要学习的知识点还会更加的多, 像获取数据, 对吧, 它能获取什么数据, 对吧, 其实还有很多数据, 对吧, 像解析数据, 那解析数据的话呢, 可能说有这个XVAS, 这个什么CSS, 对吧, BS4, 什么这个LXMail, 对吧, 还有这个RE, 对吧, 等等等等的, 这个结析数据类型提取, 对吧, 还有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 你给它保存成为CSV, 要是图片, 还是这个文字, 对吧, 还是表格, 对吧, 等等等等, 就这么一些内容都要散开去学习,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完之后的话呢, 就还会有更加难的一些东西去等着你们, 那比如说后面你还可以去学习一些这个, 反爬, 对吧, 这个反爬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反爬助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还可能有一些这个, request的这个, 高级, 对吧, 怎么去进行一个绘画的维持, 还有些图片, 验证, 对吧, 还有些这个, GS, 逆项, 对吧, 甚至说你学到越后面, 对吧, 你大概拿, 基本上你把这些东西给它学完, 就你基本上能够拿到一个, 10多20K的一个薪资, 对吧, 那你再往后面学, 你老师我想要达到这个20K, 30K, 那你后续的话呢, 可能还要学习这个安卓, 逆项, 对吧, 那等等等等, 就学习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对吧, 越学越难, 这个就很明显, 对吧,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其实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步骤吧, 对吧, 一步一步地去学, 对吧, 那关于这些知识点的话呢, 其实, 对吧, 老规矩啊, 老规矩, 对吧,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的一些知识点啊, 其实我刚刚就随意地说了一下, 对吧, 其实还有更加详细的一些东西, 是吧, 有更加详细的一些东西, 看到没,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系统课程的一个大纲, 是吧, 你就越往后面一学, 你要学的东西它会越来越多, 是吧,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程序员, 他凭什么拿这么高的一个薪资, 对吧, 凭什么, 就因为学的东西多, 对吧, 而且杂, 对吧, 而且的话呢, 对吧, 其实也不是太多记不住吧, 对吧, 其实像这些内容, 你说它难吧, 也就那样, 对吧, 主要是记住, 对吧, 那么怎么去记住呢, 那还不是四个字, 对吧, 多练多敲, 就这四个字了, 没其他的了, 对吧, 就是一个比较笨的一个方式, 就是多练多记, 对吧, 这个, 不对, 多练多敲, 敲着敲, 有些说这个内容啊, 就这么一些内容, 它不需要你去多敲多记, 对吧, 你就像, 老师你是怎么会这么多东西的, 对吧, 它本身的话呢, 也不需要我去记这么多知识点, 而是说什么呢, 对吧, 而是说我自己自己练得多了, 对吧, 给你们讲得多了, 我自己敲得多了, 对吧, 我自己在工作当中用得多了, 我自然而言, 我自然而言, 我就记住了, 对吧, 那如果说你学完, 你又不用, 你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对吧, 这个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对吧, 老师自然一百五啊, 没有了, 我自然一百, 没有了, 对吧, 其实本身的话呢, 我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学出来的, 对吧, 跟你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就说实在话, 对吧, 本身的话呢, 因为之前啊, 就之前我, 我当时是大学嘛, 我当时大学选专业的时候, 我都, 我都, 我当时我都没有想, 没有想我之后会往这个整体原则方面去学习, 说实在话, 对吧, 就越学到后面嘛, 你会发现, 你就, 其实我也是盲选的, 这个专业我也是盲选的, 当时我去从事这个行业, 也是盲选的, 对吧,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被调整的, 对吧, 然后呢, 在之后啊, 我就去, 毕业之后吧, 对吧, 其实家里, 对吧, 其实在大学, 其实我也像你们一样, 也是慢慢的混日子, 对吧, 该学啥就学啥, 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然后呢, 到毕业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找木贼老师要去, 把木贼老师撤了吧, 找清风老师好吧, 这个虽然清风老师, 不是小姐姐啊, 但是也是可以, 让我们木贼老师稍微的休息一下, 对吧, 这个大纲图啊,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 找我们这个清风老师吧,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 对吧, 因为这个课程, 对于你们正在学Pathom的东西来说, 也是, 我觉得啊,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的, 对吧, 就至少来说, 你不会为你未来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个, 去迷茫, 对吧, 像你现在很多大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根本你就不知道自己学的什么东西, 你之后要从什么工作, 对吧, 但你如果说, 你反正可以跟他去探导一下嘛, 对吧, 跟我们清风老师探导一下, 对吧, 之后从事什么职业啊, 对吧, 想从事什么东西啊, 都可以去问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保存出来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薛薇德看一看, 那这里面乱码了, 对吧, 大家看到没, 这里面乱码了, 但是没关系啊, 但是没关系, 为什么没关系呢, 在这里面没有乱码, 是吧, 这里面没有乱码, 那就没关系, 对吧, 那么就没问题啊, 可以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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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